去操的 所以现在印刷术 就可以满理书写经典的功德 接下来第四个 劝进行者 与人家分享纯正的佛法 随缘 度有缘的众生 比方说祝念团 比方说流通法宝 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功德 做这些功德的时候 要鼓励大家要把握当下 不要等到有战争的时候 有灾难的时候 你才说哎呀师傅 我现在要印经 没人帮你印经的 所以你要把握善缘 在这里请看第九页 第三行 我当时讲这一段 敬业三幅是对 商业经社的学生讲 他们打的讲记笔记 我那时候问了一个他问题 请注意 随缘度众生 跟你攀缘拉众生 跟有目的的度众生 或急着度众生 有什么不同 其实我应该把答案 也删掉才对 我竟然把答案写上去了 抱歉 好 请看 攀缘的拉众生 就是说 你明明跟这个没有缘 你就跟他用各种的方法 然后用三世因果 暗示他 我过去跟你很有缘 我们关系非常的密切 不要讲这些话 谁跟你有缘 事实上我们 没有存佛之间 所有的众生 都当过我们的父亲母亲 所以你的心 不要去攀缘 拉人家 第二个有目的的 就是这个众生 是部长 是文武百官 我对他好一点 将来我护法会比较大 其实这个也是 有染灼心的 第三个 就是急着度众生 注意听 我们佛弟子都要发愿 四弘事愿 众生无边事愿度 度众生是对的 但要随缘度众生 就是现在因缘到了时候 你就帮助他 所谓急着度众生 就是说 亚苗助长 就好像一个苗一样 你浇水 对不对 你希望它小草 长成角树 明明它就还没有 你应该把它拉起来 这个叫急着度众生 所以度众生是对的 你要有这个愿 但不要急着度众生 急着有度众生的话 那你会出现很多障碍的 所以发愿度众生 不要有目的 要随缘度众生 不要攀缘拉动生 也不要急着度众生 那度众生是每个人的功德力不同 所以你能够往生 极乐世界的时候 你应该尽心尽力地 为人介绍极乐净土的法门 但对方他接不接受 要看他自己 好 接下来请看 第二 第九页 第六行 二 念佛的绝路 进尘 夏年居老居士 他是很了不起 是黄念族老居士的师父 净土宗的大德 他写了这十六个字 请看幻灯片 礼明 信身 怨切 行专 这是一段 我先讲这四个重点 一共有八个字 这十六个字请你背起来 念佛的功夫就是这样子 第一个 礼你要很明 你来听经文法 我只能帮助你 礼明跟信身 我也可以大家发愿 可是修持要靠你自己 我不可能带你 念阿弥陀佛的 我也不可能呢 代替你去诵经的 所以第一个 你礼越明的时候 你的信就会越深 深越深的时候 你听经文法 就会越明白 听经文法越明白 信越深的时候 你发的愿 就会很恳切 真正的很恳切的心 就像我刚才举那个 老太太的心 你没有听经跟没有听经 你有没有发菩提心 你要自己反省的 你发的愿很真切 因为你发的愿很真切 你就觉得每一天 是很宝贵的 时间体力都不可以浪费 你修持就会很专精 专这里讲有一个固定的目标 这里的专是指固定的目标 就是求生极乐世界 专精 因为你越专精 反过来你智慧开了 你佛经呢 就会别人读不懂的 你慢慢呢 读的就会体会越多 而且你对佛法三宝呢 生性的力量是生生世世不动摇 再下来你发的愿呢 就会越来越广大 不是只有持有四天的人天福报 接下来你的修持呢 昼夜就会很精进 这是第一个阶段 离信愿行 很重要 好 接下来 信愿行以后 当你行持很精进 每天念很多经的时候 你的功夫就会越来越精纯 你的业就会慢慢而清净 这里的业是指善业恶业都要清净 刚开始是敬自己的恶业 敬恶业 你就没有障碍 那善业呢 也要清净 不要执着 善业大的话呢 你待会来生会变人天福报 你会变文武百官 王公贵族 那时候福报太大 反而会变成你另外一类的障碍 所以这里的业境是 第一个先清净恶业 第二个转化善业 接下来因为你功夫越来纯啊 那晚上呢 梦境呢就越来越安详啊 念头越来越清净 所以望消 望消你就望念越来越少 怎么判断自己的望念越来越少呢 第一个心越来越清净了 叫清净心 怎么判断自己 望念越来越消呢 还有一个方法 从般若波罗蜜角度来 你看一切东西啊 都像梦一样 这也是代表你望念消了 一切都像梦一样 不太真实的 人家骂你也好 赞叹你也好 你都觉得像梦的 梦的例子我后面会举 所以观一切呢 如梦幻泡影的时候 你的心很清净的时候 看一些东西都不会很真实 你也不计较的时候 表示你望念越来越少 而望念消一分的时候 就像初一到十五的月亮 真如本性它就会显现 所以后面叫真写 后面的真是指真如本性 所以因为你真如本性越显现了 听考你功夫就会更精准 动中也念佛 静中也念佛 到梦中你也会念佛 然后三夜清净 夜静啊 到哪时候三夜清净呢 假如以摩克波尔波罗蜜经的标准的话 是连梦中啊 五戒十善都守得很精净 在梦中啊都不会造违反五戒跟十善的恶业 这样子的话 你才叫三夜清净 这个不太容易 所以它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路你要走 接下来在夜清净的时候 有时候在禅定之中或梦中 你就会见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你必须要训练自己功夫很精准 夜清净的时候 心月清净的时候 极乐净土 就会现前 那一般人 讲上中下来讲 一般下品跟性的人 哪时候才会见到极乐世界 是临终的时候 做梦 或是呢 临终的时候看到阿弥陀佛 这是下品的 中品的比较功夫是在禅坐的时候 或定中 或是你在念无量寿经 或净土的经典 或大乘经典 而你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在诵经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极乐世界现前 就像举个例子 是者大师念法华经 念到药王菩萨本世彼 是真经境 是明法供养如来 那一刹那之间 他在诵经的时候 他就定中见到灵山会上 同样的 同样的修净土也是 你在修净土的经典的时候 功夫中等的人呢 他会呢 在诵经跟禅坐之中 他就可以见到极乐世界现前 你也不要执着 继续念 上等的人士呢 在这个 每一个行著作窝念头当中 他当下就可以见到极乐净土 他甚至呢 可以请阿弥陀佛为他说法 甚至他佛经不懂的话 他可以直接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在定中 就直接放光教他 这功夫要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妄消 以后妄念消除的时候 他真如本性才会显现 所以请这十六个字 请背起来 礼明 信身 怨切 行专 他是一二三四 接下来 公存 业境 妄消 真弦 但这里我要提醒你 各位 我们的心 像大海的波浪一样 有时候会起起伏伏的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凡夫在没有正入圣人的位置 我们的念头都会起起伏伏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 哎呀 七月超读法会 我诵经 这个月我会非常的清静 很好 但是他不会永远的清静 七月做完了以后 八月累死了 登登登登登 哎呀 最近都梦见被鬼追呀 对不对 是不是我上个月念佛 功夫有问题了呢 然后是不是我业障就现前了呢 不是 这是自然的 It's natural 英文讲 It's a good sign of the practice 这是你修行很好的征兆 你要了解道理 今天有一个联友来问我 师父你这么用功 你的业力还会现前 我说当然哦 那表示我真用功业力才现前啊 知道吗 所以有时候你七月的时候送了一个月经非常好 到八月累死了 哎呀 就饿你 没关系 慢慢来 然后到九月以后呢 你又更多的时间用功 心又清静了 到了十一月呢 很多呢 公司的project又来了 又当当当当当当 很好 但注意听你进步了 为什么 注意听这一段 假如我今天讲完经了 从这边开车 请联友开车 让我到East Cold Park 东边的新加坡国际机场 我要回国 结果呢 我选的时间刚好是Trafical Jam 那当然呢 他就开车咯 联友带我啦 对不对 那在马路上 哎 突然就停了 然后呢 你急也没有用 红灯吗 人很多 可是听好 停的时候 我有没有再倒车回来 念佛堂呢 不会吧 你一定不会那么呆 你一定在那边等嘛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然后再继续 又有开车了 过了一两个红绿灯 又停了 对不对 好 你虽然停了一下 慢一点没有关系 可是你靠近机场 有没有越来越近啊 各位回答我 有没有 有 对 我要讲这个例子就是这样 你不要觉得我修行 哎呀 我都很好啊 我一直都要很好啊 一直到很好 不可能的 你执着那个好的时候 它掉下来的时候 你甚至会放弃三宝的 所以正常的心 凡夫一定是像波浪一样 会起起伏伏的 但是呢 它靠近机场比较近了 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虽然会觉得 我很挫折 师傅我最近烦恼很多 不 越用功的时候 烦恼会越强 我后面会解释 我现在是讲道理给你 因为在阿弥陀佛48大院里面 经文里面又有题 所以当你用功的时候 你不要怕 烦恼也是空性的 你把它转化 然后呢 你就继续用功 不用管它 继续用功 所以 当你到了顶端的时候 它会下降 到下降的时候 你也不要难过 因为下降是无常 所以它也会上来的 所以当你夜用功的时候呢 你病痛越多的时候 你应该很高兴 我在还业障 我生病的时候 就是这样想 假如我现在 断气的时候 才生病的话 那糟糕了 可能你就没办法 正念分明 你反而应该想 我现在生病呢 就先把我的业 给还完它 第二个 透过遇到逆境的时候 发大怨 你反而应该要感谢逆境 所以在这个修持的 在夏老居士讲的 这个十八个阶段里面 它也会起起伏伏的 那这八个里面 注意听 应该是讲螺旋状 看这里 因为我还不会学会一个软体 因为我们一般认为 李明就画一个箭头 性愿行 其实不是 是看这里 李明明的时候 性愿生 性愿生愿愿窃 性愿行 它是像螺旋状的 相互影响 性愿行 行愿生的时候 他也性也生 愿也会窃 所以不一定性放前面 了解吗 所以这八个阶段 是像螺旋状一样 一直往上爬的 好 接下来再看第三个 修行的典范 在这里 这次我要供养大家 至少有四类 很多连友都常常会问 师父我念这个经 可不可以 念那个经可不可以 师父请你帮我看一下功课 你每一次一来讲完经 我的功课早课晚课 都要一直调整 很好啊 无常啊 每一次都进步啊 好 先看 我公开回答 净土中至少可以分为四类 注意听 第一 专修专宏 代表人物从 印光大师 他是博通经论 但是他却视线呢 要专修 事实上印光大师 是博通三藏的 一直传到 他有很多很多的 在家出家的弟子 其中有一个传承 传到台湾 就是李炳南老居士 李炳南老居士 也是很料不起 菩萨再来的 结果后来呢 他也教了很多的弟子 其中有一位是金空老法师 那他们的特色就是看到了很多的众生 一 对着每个法门都在跑 都没有信愿形 心很散乱 所以他就会提倡 专与精 专就是不要太杂 精呢 就是要精纯一点 其实专精是佛说的 在禅修的当中 你的念头也要很专精 比方说我刚才教你们 对不对 你要观想你打坐 手捧着这个水晶 你的念头真的要很专精啊 你不能说一下观想水晶 一下观想花 一下观想太阳光 一下观想月亮 你不能念头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你是不能得定的 所以专精是通一切法门 专精是讲它的过程 尤其是对一些莲友 有些莲友很想修行 可是他听闻佛法的因缘比较差 所以他常常会问 哎呀 我病痛念了 到底念什么呢 遇到这个师父念普贤行愿品好 那个普贤师父呢 说愣言经 愣言咒 对不对 非常强 然后再遇到呢 要师佛 要师妻佛 消灾免难 待会想一想 释迦摩尼佛没有念 可能对不起他老人家 然后呢 中原超度了 地藏菩萨功德力很大 我也要念一念地藏菩萨 像这样的话答案是什么 你对每一个法门 都没有信愿心 所以我中时宜 比较体会到净空老法师 为什么念新加坡的人 要专修专口 的确 我从2003年到现在 我真的觉得新加坡连游就是这样 很抱歉 你们深呼吸一下 答案就是这样 你们的心太乱了 真的 这样很难成就的 可能跟你们的环境有关系 对不起 我再用一次 你不要提不高兴 可能新加坡太多的shopping mall了 Burgis Johnson 对不对 Harvard Front 全部的都到处跑啊 你想想想想看 假如我现在要买一双皮鞋或球鞋 你每一个shopping mall都去看 看看看 当然你要选颜色啦 所以对初学的来讲 的确你可以花个三五年到处去跑 你甚至南船 北船 藏船都去跑 没关系 跑完了以后 你总要选一个法门修啊 不然的话呢 你一直跑shopping mall 你从早到晚 你还是买不到一双鞋的 为什么 你的心都在跑啊 所以听好 佛无上大一王 众生有无量的病 所以他开无量的法门 每一个法门都好 所以你要选定一两个法门 不要太多 不要超过三个 因为三个你的心就不能得定 这是我的经验 你真的要好好选 比如说有些年有会问 师父我要念阿弥陀佛好吗 还是观世音菩萨好 各位 你怎么回答呢 你们都吓了 都好嘛 有时候你在紧急苦难的时候 你会念出 南无大非观世音菩萨 我六支大名字 有时候你看到人家断气了 哎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都西方三圣嘛 灵命中的时候注意听 你要选定一个 一直念一直念 三个人都会来接你 你不要灵命中想 还有什么 到四马路观音庙 再拔一次不会吗 观世音菩萨我现在要断气了 请问我刚才念哪一个都好 那你不要笑死了 你学一辈子的佛法 你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你对任何一个法门都没有信念心啊 了解吗 所以不是法门的问题 是你要自己要选择一两个砖精的法门 所以砖跟精的确对于在家居士这么忙 现在的出家人也很忙 时代环境不一样 所以你应该选一两个法门 真的很专精的一辈子修下去 我查过古来的高僧传跟这个 静土往生静怠爽生随文路 一般而言 假如你真的是上根立志的 修一个法门要开悟的话 至少要十年到十五年 比如说你读法华经 一天读一部 六万多字 要七八个小时 那不要说在家居士很难 出家人也很难有这样的时间 若你好好用功的话 十五年或二十年的话 是有功夫的 你起码能够调伏你的烦恼 生死也能自在 中等更性的呢 要二十年到二十五年 甚至有些还拖久一点 要三十年 下等的更系要四十年 念一部经才会有力量 各位新加坡的联友 请问你念哪一部经 念过四十年呢 不要念四十年 你有没有念十年呢 所以各位 你选定一个法门 不要乱乱改 不要听人家说这里好 那个咒很殊胜很殊胜 这个法门很神奇很神奇 那表示你内刹那自己 对自己所修的信愿型啊 都没有 所以以前古来的禅师 或是净土中的大德就会笑 为什么念佛的人很多 往生的人很少 因为你信愿型不坚固 所以很多高僧大德 不单单是金工老法师 古来有很多很多的高僧大德 都劝你要专精 专精 他不一定专修专红 他要专精修持一个法门 另外一个 包含台湾 以及全世界的 尽忠学会的莲友 我很真心很真诚的 要提醒你 砖很好 但砖不可以理解为 我只要一个 其他通通都不要 这个叫做棒法 注意听 就好像你看 这个花 花很漂亮一朵花 对不对 它不会只有一朵玫瑰花 对不起 擦花的莲友不要生气 师父借一下 我假如只有一朵玫瑰花 那干嘛其他的花呢 华严经称为 镜中之王 就是佛开无量的法门 可是我发现很多 镜中的莲友 常常用自己的 我值个解释 只要一部经 或一个咒语 其他通通都不要 那你要很小心 有时候你容易犯 执着跟棒法的罪业 你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 因为阿弥陀佛有讲 围处忤逆 毁谤正法 将来这个DVD 我也流通全世界 我不怕 我是真心跟你讲 像有些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非常好 然后人家要念观世音菩萨 他连观世音菩萨都不要 那不是有问题吗 你真的阿弥陀佛念好的话 西方三圣跟连此海会佛菩萨 你应该都欢喜接受 你怎么会说 念佛念到最后 只要一句 我阿弥陀佛 我连观世音菩萨都不要 这有问题的 了解吗 要想一想 当然你读一部 《无量寿经》很好 可是以中药部来讲 中药部的就有中药的老板 他为什么要学很多的药方 因为众生的体质不同 举一个例子 感冒了你要先去你的寒气 你不能补的 你这个热气很重 要降火气 不是每一个人都吃一个 十全大补丸 那我告诉你 有人会往生 有人会死翘翘的 同样的 所以你若是专经一部经很好 但是最其他的法门 你要修什么 随喜功德的心 普贤十大愿不就是有 随喜功德吗 不要动不动就跟人家讲说 念这部经不好 不用念法华经 然后不要念这部经 其实你都在棒法的 我是很真心跟你说 你不要认为你自己修得很好 你很明显 等灵命中的时候呢 阿弥陀佛没现前 为什么呢 因为棒法的恶业 像黑暗一样盖住你了 敌的世界是不会现前的 阿弥陀佛 弘扬的法门有很多很多 假如你只读一部《无量寿经》 一句阿弥陀佛很好 对于其他的法门 你要生随喜心 因为其他的法门 适合其他的莲友 送地藏经也能往生的 送法华经也能往生的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所以请看讲义 对峙的方法 要生随喜功德的心 对于任何的正法 只要是南传北传藏传 佛陀讲的正法 你要生随喜心 否则我常常戳个笑话说 弥陀佛大愿望就像百川会归的大海 就像新加坡旁边的大海一样 什么样的河流都可以流进去来 那假如解释的只有一部经或一句咒语的话 那所有东西都不要的话 那不就变成弥陀佛小愿望了吗 各位好好想一想 师父讲的这一段话的开示 所以读诵大臣 劝敬行者 任何一个大称经典 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的 当然 假如你要念净土三经 或专念无量寿卿非常好 但对其他的法门 要生随喜心 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哪一种人容易办法呢 有两种人 第一 外道 外道他不了解佛法 他很容易毁谤佛法 第二个 佛弟子 假如遇到的善知识 或所学的法门 不是很完整的话 常常会执一个 毁谤其他 那就很容易办法 反过来说 举个例子 也有人修楝严咒 非常有感应 很好 他就告诉你 只要修楝严经 其他通通都不要 其实 这个也是办法 楝严咒是没有错啊 在大乘佛教里面 没有人都不知道 咒中之王 大佛顶首楝严咒 大悲咒也很好啊 往生咒也很好啊 所以不要轻易去批评 跟否定其他的法门 这一点是我真心 要跟你们讲的 好 下面第二个 好 请看宽灯片 所以 专修专宏 在近代的是 印光大师 可是呢 你看他的照片 他八十岁往生 他炯炯有神 他是西方 大势至菩萨 成愿再来的 他自己也是 博通经论啊 他不会只叫你 只读一部经 其他通通都不要读的 再加句是 你可以选择 但对其他的法门 要随喜 第二类 请看 郑住双修 郑住双修 代表的人 就是弘一大师 比如说他 郑修 极乐净土法门 弘一大师 是民国一代 很大了不起的高僧 在新加坡 也可以看到 弘一大师 亲笔的莫保 像以前 广恰老和尚 很多人都保佑 弘一大师的莫保 弘一大师 他一生 著修地藏法门 要施法门 还有弘扬华言经 及戒律 所以 他是属于 郑住双修 郑以求生 极乐世界为主 可是你 送地藏经 要施经 华言经 跟任何的大政经论 也都可以 求生极乐世界嘛 所以 我觉得这个特色 很适合现代人 取方说 我教我的学生 桑椰经社 SBA的学生 目前也是 正修 净土法门 求生极乐世界 助修 险教跟密教 四家行 大手印 莲师 跟所有的教法 都可以求生极乐世界 好 请看幻灯片 正助双修 弘一大师 他又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你不能否定说 念地藏经跟药士经 不能去极乐净土 所以各位联友 不要轻易乱批评 也不要轻易 听人家乱乱讲 对不对 要有经论根据 所以 最后预知识之的时候 写了 悲心交集 对不对 就往生极乐世界 悲的是什么呢 他感受到 他跟一切的众生 生生世世 就在六道里面轮回 所以他起了大悲心 也很悲伤 他流下欢喜的眼泪 心是什么呢 他生生世 在六道轮回 现在终于见到 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三圣 亲自来接他 他也是预知识之 往生极乐世界的 所以 净土法门是非常殊胜的 接下来再看 禅尽双修的虚隐老和尚 虚隐老和尚 虚隐老和尚虽然呢 是修禅宗的 但是他确认到有缘的人 他也叫他念阿弥陀佛 一个开悟的人啊 绝对不会否定 极乐世界法门的 反过来说 你说否定极乐世界的 法门的人 我讲的真诚一点 重一点 表示你绝对没开悟 你看 虚隐老和尚是禅宗大德 他自己的愿力是求生极乐世界 对不起 上身 弥勒内院 兜率内院 他现在就在兜率内院 所以他看到很多 跟极乐世界有缘的人 他还是劝他念阿弥陀佛 所以他是禅尽双修的大德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呢 他是活得最长的 120岁而往生 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位弟子 跟他一样这么长寿 那就是阿南尊者 阿南尊者 我亲自去查过 他为了住持政法 他也是120岁往生 好 接下来看 虚隐老和尚的设例子 像水晶一样 透明的 我好不容易找到这张照片 所以真正大德 开悟的人 修情的人 他对经论都是通达的 当然众生需要什么药 他是会给他不同的建议的 你看虚隐老和尚可以修到 他的设例子 像水晶透明一般 所以他一生的修持政务 是很了不起的 再看下一张 禅境双修 台湾的广青老和尚 对不对 广青老和尚也是念佛的 你知道吗 我在台湾顶礼过 广青老和尚的设例子 像珍珠一般 很可惜 我这辈子没有见过广青老和尚 我听过他很多的事迹 我也遇过很多的莲友 也是再生是广青老和尚的弟子 甚至有一两位莲友 让我到他家去理佛的时候 是鼎礼广青老和尚的设例子 像珍珠一样 一颗还会长出很多很多颗 他也是禅境双修的 他看到很多人 来吃饭 吃饭去念 他是讲台语 但是他是很了不起的 他是炯炯有神的 而且他修持可以降魔的 所以各位要多多去思维 这样子的高僧大德 他们视线的典范 接下来看第三类 诸法伦修 我想诸法伦修可能最适合新加坡联雅了 请看代表人物 民国时代有一个 弘扬楞严经的原音老法师 他有一个名字叫三求堂主 求什么呢 求福求会求生净土 原音老法师也很了不起 他每天弘扬楞严经 现在东南亚都有他的楞严经讲记 我读楞严经也是写 读他的讲记 他每天也是念阿弥陀佛的 他多么精进呢 我讲给你听 他在楞严经 楞严经有很多经文很深 他就把它写成像春联一样 贴在房间里 知见立知是无明本 所以他整个房间 贴满了都是经文 然后他每天就在念佛 然后就拜佛 佛菩萨你让我生起智慧 这句话我真的不懂 他就念佛 拜佛 他拜阿弥陀佛 他也念观世音菩萨 然后绕佛 绕佛 绕绕佛 他静坐地说 哎呀 突然懂了 那句话他就把那个经文 撕掉了 真的他懂了 所以他花了十年的时间 把所有楞严经都通达 所以他写了楞严经讲记 你看古人啊 研究一部经要十年啊 各位联友 我们要加油吧 是不是 所以他是求福求慧求生净土 接下来看 这个特色呢 就是三年一个阶段 不要改 比如说你可以三年一个阶段 送华严经 法华经 波尔经 或无量寿经 或修金刚称的四家形 专修一个法门 然后透过念佛求生极乐净土 这样也是很好的 我想这个最适合新加坡的联邀 对不对 好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接下来再看第四类 第四类是这次我要特别介绍的 叫舍一切法回向净土 代表的是民国 清朝末年 有一个叫彭济清老居士 可能各位比较不了解 他为了无量寿经 写了一部无量寿经起信论 将来我也会讲论 这部论 这部论非常的深 在西方和论 也就是我这次讲座完 回到台湾五月的时候 我就开始讲西方和论 我准备花两三年 全部把它讲完 在新加坡比较难 对不起 不是我不喜欢新加坡 而是新加坡工作太忙了 大家会要动员很多的人力财力 所以时间很有限 我都讲重点 但是商业经社是我的道场 所以我会花两三年的时间 全部讲 然后每一个段落就会上网 所以你要这本书 可以到商业经社 Email跟他们要 我会请他们寄来 供养你 然后我也做了科判 甚至我准备把科判翻成英文 这我发愿做 讲完了以后 下一部论我会讲 无量寿经起信论 就是这部论 无量寿经 有一部很好的论 请看 特色是什么呢 请看幻灯片 黄念族老居士也非常非常赞叹 这部论跟这个观点 什么观点呢 注意听 设一切法 回向净土 就叫做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一向专念是什么 Focus on one direction 就是专注在一个方向上 就走这条路 不要一下子向东边 向左边 向西边 南边 你确定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就往这条路走 但是呢 设一切法就像什么呢 像一个湖泊 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河流 有大的河流 小的河流 干净的河流 不干净的河流 有沙子的河流 有没有沙子的河流 通通都可以回到这里面 大海里面 大海不会说 哎呀你的水太脏啊 不可以流进来 没这样说的 所以换句话说 当阿弥陀佛每医院都说 我做佛时 十方世界 所有众生 都可以来我们极乐净土 这才叫做 设一切法 回向求生净土 也就是说 你天天做工 帮助一些人 你一些人天善法 效养父母 也可以透过念佛 而发愿 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他不一定局限说 我一定要坐在那里 念一部经 念这个佛 才叫做可以去极乐净土 是说 你所有的善心善行 都可以透过念佛 发愿与回向 而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看第十页 第三行 这是未来的善巧方便 因为未来的人 会非常非常的忙 比方说 你不能念五量寿经 全部 那你就念讲义 我这次编的 第一页到第四页 念完以后 你念佛 一样可以求生极乐世界的 因为这就是 五量寿经的祭送啊 所以未来呢 任何一切善法的功德 都可以 透过念佛 发愿回向 求生极乐世界 比如说你今天去医院 做义工 帮助老人 或是老人 老人愿 对不对 你帮助他 花了很多时间 你帮助他的时候 你心中念佛 回到家里很累了 冲个凉 吃完晚餐呢 你跪在佛前 你也说 愿我今天善法的功德 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我希望我也往生极乐世界 也希望医院或老人愿 以及所有的众生 也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这样的方法 不是很简单吗 这是非常殊胜的 最重要是 你要有那个信愿心 所以任何的善法 设一切的善法 都可以回向求生极乐净土 第二 世间跟初世间的善法 与功德 可以透过念佛 与回向求生极乐 为什么呢 世间的善法 你是三善道 比如说你现在捐钱了 捐医药基金 五万新币好了 非常多吧 一百万台币 结果呢 你如果没有念佛 回向的话 那来生你可能做文武百官 很有钱的人 可是你很有钱的人呢 你的心中 还是很多烦恼的 但是假如你今天 做了一个善事 然后晚上你念佛 至少念一千声 多多益善 然后呢 再过来 跪在佛前发愿 把我今天做的功德 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那也会变成你 往生的资粮 这样了解吗 初世间 初世间的善法是什么呢 受戒 受五戒 八观哉戒 打佛戚 打禅戚 短期出家 乃至于出家 做比丘比丘尼的功德 乃至于你做在家居士 但是你发菩提心 成立住念团 帮助很多的众生 这些功德你都可以 透过念佛与回向 所以把念佛跟回向 这两个画起来 念佛是转你的念头 请看第三 念佛这是佛的念头 不是善念 也不是恶念 所以它跟佛法界相应 透过念佛 可以转你为清净的念 所以转念 后面刮胡写 转为清净的念头 清净的念头 是因 那当然果在哪里呢 在西方清净的净土 所以为什么可以往生 原因就是这样 接下来回向呢 目的是要破除你的执着 跟转变你的心量 详细各位要听回向 请上网 商业经社听我讲的 普贤十大院 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好 所以你看下面的幻灯片 这就是禅静密通达的 黄念族老居士 你们很少看到这张照片 这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 你看 它非常的红光满面 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而且它烧出来的设例子 有金色的跟五彩色的 我是没有亲眼看到 但是我看到了照片 真的它烧出来的设例子 有金黄色的 还有五彩的颜色 好 接下来请看第四类 净土的意义与分类 今天我要介绍一个 很重要的故事 请看幻灯片 明朝元宏道居士 下面一张 元宏道有三个兄弟 有元宏道 元宗道等等 好 先来讲他的故事 好 在西方和论里面呢 曾经说 苏东坡 大家知道吧 中国唐朝的苏东坡 苏东坡呢 在中国历史上呢 是福报最大 文人呢 他做的官最高的 他才华非常的横溢 苏东坡写过 很多很多的文学作品 比如最有名的叫赤壁妇 我以前读诗专的时候 赤壁妇我全部要背的 我们要考墨写的 现在呢 几句我还记得 所以 像比方说 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那都是很深很美的文字 那苏东坡呢 在唐朝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苏东坡跟苏小妹的故事吧 一屁打过江 对不对 我就不用重复了 我讲他跟净土有关的 苏东坡呢 因为他才华很高 然后又才高八斗 所以他在中国文人史上呢 做官是最好的 那他跟出家人 禅师之间也很有福报 他跟出家三宝的缘很好 就是因为他太聪明 他有福报了 所以有时候吊儿郎当的 习气没有断 繁卯没有断 结果从唐朝呢 他就转世 下一世 一直转了第三世 叫做明朝的元宏道 元宏道的时候 他还是喜欢参查 可是他遇到高僧跟他说 元居师啊 你就是多生多节啊 这个耍嘴皮子啊 你是很聪明的 你才华这么好 相貌这么庄严 可是你的烦恼贪嗔痴 还是很强啊 你应该好好修净土啊 否则你又继续会轮回的 结果他遇到了一个高僧大德 这样开始塌了以后啊 他突然啊 圣根发露 就好好闭关 好好念佛 读大藏经 然后把很多藏经的东西啊 整理 写了这部书叫西方和论 然后呢 他就把这部论呢 发愿 然后求生极乐净土 结果呢 他就真正往生极乐世界了 那你就会说 师父你怎么到啊 在西方和论里面 我讲一个故事 他的弟弟叫 元中道 中间的中 有一天 元中道 他们兄弟三个人 都是佛教徒 哥哥往生了 弟弟呢 一样每天呢 早晚会做功课 有一天他在做完晚课的时候 他就在禅修 突然他觉得身心就分离了 他的神势呢 就飞了像鸟一样飞了 他看到空中 有两个很庄严的童子 跟他说 请跟我来 他就飞 这时候他在天空中飞 然后他看到地下 哇就高山啊 然后一刹那之间 好像经过云端 哇变成很漂亮 很漂亮的净土 有莲花 然后呢 有宝池 这时候呢 童子就叫他停下来 就到一个凉 凉亭的地方说 先生请等一下 然后他就问他 你是谁呢 他说 我是凌和先生的侍者 那两个童子 其中一个对他讲 我是凌和先生的侍者 他说凌和先生是谁啊 他说就是你的哥哥 圆 红 圆红道 居士 他说待会你的哥哥会来见你 然后请等一下 然后他就看啊 全部呢都是七宝池 八宫得水 哇非常非常庄严 绝对不是人间所有 他突然看到一个凉亭的背后呢 就是一个哥哥走过来 哥哥喊了他的名字 中道啊 中道啊 他说你真的是哥哥吗 他说是啊 来来来来我带你 他说这个是幻境还是真的 他说这个地方是真的 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 假如有些众生呢 信愿行没有够 或是界定会不够 会先生在这里 但是呢 他都跟极乐净土一样 唯一的就是见不到西方三圣 亲自脸见他 然后他就跟他说 弟弟啊 修行是很不容易的 我虽然过去是也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可是我的感情染着心很重 然后烦恼也很深 所以我来到极乐世界呢 我暂时住在这里 所以我没办法呢 身在虚空当中 他说从这个楼阁再过去呢 那是法身大事的地方 那是大菩萨才能去 现在我不能去 但是他跟他弟弟讲了一句话 弟弟当时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因为我在生的时候 我做了这本书西方和论 就因为这本论的功德啊 我可以到处飞 就是说 本来我的业力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因为有弘扬 七方和论的功德 赞叹阿弥陀佛 广度众生的功德力 所以我每天早上啊 佛菩萨会加持我 到处啊 十方佛国土都会飞 然后呢 时间到了我就会回来 那我今天特别见你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也很有善根 但是呢 我希望你好好修行 将来你也会来极乐世界 他说弟弟 很多人要持戒跟念佛是很不容易的 持戒念佛有分上中下三倍 上倍的可以来极乐世界 中倍的呢 像人天福报 变成八部鬼神 下平的呢 就会变成呢 文武百官的人天福报 然后他就劝弟弟 弟弟啊 你要好好的 不要杀生 要吃素 他亲口跟他讲 不要杀生 他说杀业众的人是不可能来极乐净土的 因为阿弥陀佛是要广度无量众生的 你怎么可能杀生 边杀生又边念佛 你会去极乐净土呢 这是不可能的 他说如果不能的话 请你回去劝你的朋友 起码要吃三尽肉就好 不要用自己的刀子杀 第二个要持戒 持戒就要调伏你的贪嗔痴 由于是淫欲心是最难调伏的 最后呢 他就说 弟弟对不起 我跟你见面的时间不能太长 我跟你在空王节以前啊 就是师兄弟 兄弟 我们生生世世都是兄弟 我们在轮回呢 做动物的时候 其实我都还是你哥哥啊 可是我今天来得及的世界 所以我真的很怜悯你 希望你不要再堕落 所以我求阿弥陀佛 我真的求阿弥陀佛 用大慈大悲的神力 接你暂时来西洋极的世界 晃一晃看一看 你会升起信愿心 结果跟阿弥陀佛打商量成功啦 所以今天我接你来了 最后呢 他弟弟听得很感动 泪流满面 本来想跟哥哥多说一点话 突然呢 就好像呢 走路 因为哥哥就不见了嘛 他走回凉亭 他追着哥哥 那一刹那呢 他就踩到七宝池八功德的水 一刹那之间 掉入水池 他就醒了 然后他神势就回来了 那这个时候是在 明万利的十月十五号 他亲自把这个故事写下来 所以这个故事证明了 苏东坡的转世 就是袁洪道先生呢 的确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我公开一个回答 很多人会说 师父 净土很好很好啊 你怎么知道有极乐世界啊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吧 举一个例子 请问 各位 你怎么知道有美国啊 大家都笑啦 对不对 How do you know there is American 对不对 还有一个欧巴马 现在是总统 请问 去过美国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没有去过美国的请举手 好 举手 举好 很多人没有去过 好 手放下 请问 现在举手的 你怎么知道有美国 回答师父 第一 看电视 第二 看杂志 第三 internet 还有有些去了极乐世界 美国的人 回来告诉你 美国纽约有多好 洛杉矶多好 夏威夷多好 麦阿蜜多好 对不对 好 现在的科技都可以这样证明 那请问 西方极乐净土也是这样 所以西方极乐净土 是真的很多人 往生极乐世界过的 这里 袁宏道 就是一个例子 他回来 射受他的弟子 弟弟 袁宗道 好 但这里面有几个故事 我们要大家相互勉励的 师父讲这个故事是 第一 往生极乐世界 持戒念佛 持戒很重要 第一个 起码不可以杀身 刚才他有讲 你不要拿刀子去伤害众生 你杀身是很难去极乐净土的 因为障碍你自己 第二个 就是你没办法吃全素 没关系 吃三斤肉也可以 但是师父会建议 六灾日或十灾日的时候 完全失数 第二个 要持戒 调服你贪嗔痴的烦恼 第三个 多读经论 绝对是有功的 西方和论 就是袁宏道居士 所写的一部论 他写了一部论 就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跟你说 我讲了很多部经 我相信我极乐世界 莲花很大多的 你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但最重要还要有 劝进行者 就是你要尽心尽力 劝你亲朋好友 他接不接受 没关系 但是你给他这个缘 所以最大的孝顺度 你的家人 是修积方极乐净土 下面一个重点 就是可见在轮回里 他说 我跟空王节的时候 我跟你在空王节的时候 就深深视为兄弟 为六道的众生 可见我们轮回里面 多生多节 我们都在一起 只是我们没有神通 你知道空王节 是哪时候吗 释迦摩尼佛跟弥勒菩萨 也在空王节坐下 做师兄弟的 你去读法华经 大致度论 释迦摩尼佛跟弥勒菩萨 也在空王节坐下 同为师兄弟 所以可见 圆弘道跟圆中道 深深适适轮回 这么久这么久这么久 一直到中国 唐朝他还没去极乐净土 唐过来送 也没有去极乐世界 到了明朝 他才去了西方极乐世界 可见 修净土不是只有一生修成的 所以印光大师说 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都是多生多节修的 那现在有个问题 我们都是多生多节修 为什么还坐在这里呢 各位就应该去想啊 为什么 因为你每次都考得不及格 59分被荡掉了 我们在台湾考试 是60分及格 好 那你现在去想 注意听 今天晚上有一个功课 给各位晚上回到家 睡着冲完凉 睡觉的时候 在床上静坐 五分钟想 我多生多节 是什么烦恼 让我贪嗔痴这么强 贪嗔痴慢疑 什么样的烦恼 让我考试不及格 继续轮回的 你得好好的禅修跟静坐 每个人都要做 好好回去练习 你也可以拿一张纸 问你自己 假如我现在断气的话 我放不下什么 你可以写 一 二 三 四 五 超过五个的话 你就很难往生了 只是跟你讲真话 太多的执着了 真的 你不是要求生净土吗 是不是真的跟你讲 我的经验呢 第一个有些人呢 你现在假如要断气 你最放不下什么 自己的家人 尤其是先生跟太太 情职很深 第二放不下你的家人 儿子 女儿 还放不下亲子 儿子 女儿 孙子 孙女儿 还有真孙 还有真孙女儿 哎呀 所以出家功德殊胜就是 要远离家人的贪爱 第三个你放不下是什么 你的钱 在银行里的所有的 黄金或者钱 或者财产 你有太多太多放不下了 所以你被训练自己 你现在觉得 你最难调伏的是什么 那你这一生要用功的 在这个烦恼上 比如有些人是贪心比较重 男女的欲望比较强 有些人这个方面他比较淡 他撑心很容易强 动不动就发脾气 动不定了就生撑心 有些人是贪心啊 跟撑心比较淡 但是呢 他很控制制不了这个嘴巴 动不动就 切切点 很会念 那你要改 因为你这个习气不改 注意听 这些贪心之蔓移的种子 在灵命中的时候 会像什么 黑色的烟雾一样 会盖住你 然后就让你昏迷了 就算脸有帮你助念呢 你不会剁三恶道 但是你没有去结了净土 所以也就是说 一光大师讲 在净土感应路里面 像小狗啊 小鸡啊 或是呢 鹦鹉都念佛啊 那都是多生多结 一直修 修到那一生 出生到 结果呢 他还在寺庙里 做公鸡或鹦鹉 因为他的善根 已经苦到 完全的升起出离心 所以那一刹那之间 鹦鹉就往生了 是真的 但是是千万人当中 少有一两个 所以我要讲的例子是 不要用特例 来作为自己的借口 有些连有的会说 哎呀 鹦鹉都能往生 我怎么会不能呢 不要太狂妄 鹦鹉是多生多结 修行的出家人呢 对不对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 是真的要很精进的 所以我的问题 注意听就是 你今天要回家 静坐想 为什么我多生多结 看你的念头 贪生吃的念头 哪个最多 其实你就可以看出 你的习性 你这一生 是什么东西放不下 有人是贪心重 有些人是称心重 有些人是鱼吃心重 有人是爱名利 有人是爱珠宝 有人是爱古董 太多的放不下 出家众也一样 连自己的寺庙也要放下 连自己的徒弟也要降下 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 给你听 第一 以前有一个禅师 他修持非常非常的好 他因为修持好到 皇帝送他一个 玉的龙头拐杖 你想想 玉的龙头拐杖 这是价值连城 还送给他紫金的袈裟 那他是天下的 名山的大住持 一代禅宗的主持 可是他有一天 在打坐的时候 魔杖就出现了 因为他修持很好 所以他要超越 自己的障碍的时候 玉界的天魔就来了 这位老和尚修持非常好 太好了 真的是我非常赞叹 可是这个老和尚 我要 因为天魔是有神通的 他会用看 看他什么东西呢 最执着放不下 他就诱惑他 他想 财色明十岁 这地狱五条根 他都很亲近 这个老和尚太了不起了 突然他用神通 这个老和尚有一个 最放不下 龙头拐杖了 他就跑到他的房间去 他有神通 他就把龙果拐杖拿出来 这样 动动动 老和尚出定吧 那老和尚想 这小子 我是一位休息人 你来干什么 那他是闭目养神的 后来呢 他就问 那个玉界的天魔 就跟他说 老和尚啊 你再不出来啊 那我就把你这个 龙头拐杖给拿走了 哎呀 他一听到龙果拐杖 他动心了 他想 这是皇帝送我的 我还舍不得 这时候 他的绝躁性很强 他想 我修持了这么久 没想到呢 什么东西我能够舍 可是我却舍不了 我的龙头拐杖 所以最后呢 老和尚很有智慧 他就很善巧的 说好好好 我跟你谈一谈 来来来 那个就他就跟那个天魔啊 故意 因为龙头拐杖在天魔的手上 他说来来来来 你靠近一点 我就可以好好跟你谈一谈 就那个天魔呢 笨笨的呢 就把龙头拐杖拿到他前面呢 那老和尚一出钉 抢过来 就把他折啊 摔到墙壁里 他就入钉了 他就入灭了 他说 没想到我修行了这么多事 生生世世 却呢 栽在一个摊子上 结果他一入定以后呢 他就证悟了 大地六变震动 魔王就奈他没法 就走了 这是禅宗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讲这里 给我们鼓励说 真的要放下 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我们要去努力 从你烦恼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 你写在旁边 写 粗 中 细 写三个字 烦恼粗 粗躁的粗 很粗啊 像柱子很粗 中是中间的中 细是细微的细 粗 中细 我们的烦恼 有分很多类 但是你要先问 我什么烦恼比较粗 比如说有些人贪心重 那你就要去调伏 有些人脾气真的非常坏 还恶口 那你要先调伏你的称心 多念佛 多拜佛 多念经 多拜观世音菩萨 补门评里面讲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 多于称慧 多于愚痴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所以你念观世音菩萨 念阿弥陀佛都可以 但是你要很认真 很认真的念 你要调伏你的 粗的烦恼 接下来要调 中的烦恼 可能呢 你呢 贪嗔没有 我很淡 我也不贪财色 可是你贪明 你贪人家 要恭敬你 看呢 人家出去呢 只要出门了呢 你都要做第一个 做第二个 你就不高兴 这也是中的烦恼 戏的念头是什么呢 你可能在梦中的时候 梦到自己破戒了 伤害众生了 那就是戏为的念头 所以透过这样 从初中戏 来调伏自己 这里很重要 所以讲元宏道的故事 也要给我们启发 往生极乐世界 是很殊胜 很殊胜 很殊胜的 但他真的是要精进 精进再精进 没做到一天 我都想要脏了 我都想要脏了 你做到什么 这一天